一隻屬於極度頻危物種的泥頭龜 被家道里農場照顧兩年多後 送到英國設施特動物園 這隻龜在機場被海關充公 前年九月送到家道里農場 當時已經沒有左前腿和左後腿的爪 農場估計可能有先天缺陷或曾經受傷 在龜甲的下方幫牠裝了三個支撐滾輪 幫牠平衡和行走 照顧牠兩年多後送到英國設施特動物園 家道里農場說 泥頭龜是最稀有的動物之一 野外可能只剩下100隻 希望這隻龜接下來可以繁殖下一代